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篮球大数据NBA球星很多,但获得总冠军的球星很少,并不是每个球员都像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这样幸运,很多明星球员整个职业生涯都无法得到总冠军。 时间飞快,一个个赛季过去了,你是否意识到这些球员下个赛季就三十岁了?哈登最近两个赛季的表现,绝对是联盟第一当次的球星,但是他还没有带领火箭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,下个赛季哈登就三十岁了,一火箭现在的配置,他们还是无法接败勇士。 哈登的第一关和时才能到来,等勇士解散,哈登已经到了职业生涯末期,火箭还有一名后来格登也是三十岁,他与哈登的命运相同,格登的合同到2020年夏天才到期。 威少、乔治下个赛季也三十岁了,未来几年,这两个人是雷霆双子星,威少和杜莱特一起合作了八个赛季都未能拿到总冠军。 乔治与杜莱特还是要差一个级别,所以对于雷霆来说非常困难。 我们知道威少的打法一直备受质疑,他只有带领联亭夺冠,才能打破巨疑,还有三个全明星后卫下个赛季也是三十岁,分别是德罗战,肯巴默克,巴特勒,德罗战在马次能否夺冠,要看明年夏天马次能不能吸引大牌球员,和波波维奇什么时候退役。 我可应该会长期留在黄蜂,以黄蜂的市场号召力和球队管理层的态度,进入季后打斗困难,更不用说总冠军了,乔老爷子在当老板,失去时没有球员名字,巴特勒明年夏天就要成为自由球员,如果他选择抱团,就有希望拿到总冠军。 还有一名非常可惜的球员,格里芬,作为壮从未证明自己,拿到大合同后,频繁更换女友,现在在活塞,以活塞的配置和格里芬的态度,格里芬会随着年龄增加逐渐被淘汰。 这些球员主要是两种情况,一种是球队没有竞争力,二是球队又竞争力,但是无奈又勇士,你觉得以上这些球员,谁会第一个获得总冠军?